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这个技能很具有震撼性 让很多玩家觉得这个武将简直是强到逆天失去游戏平衡了 不过呢随着这个武将的越来越普及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我相信在很多玩家的心中对这个武将的强度的一个真实定位 相信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自己的看法 我们今天觉得谈谈这个武将 也就是张任这个武将 那么你会发现我并没有把这个武将 今天这个视频放到武将专题里面 只有说明我这期视频并不是要讲张任这个武将多强 我们该怎么用张任这个武将的 好 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到底是要讲什么的呢 我们来看自己的录像就知道了 第一局录像叫张任出色的发挥 我们看这句张任有哪些出色的发挥 我们选将四马一虚主三倍四不选 那深夜的话三倍四不选 所以基本上就是孙权泰尔斯吧 这个组合也说实话真的称不上强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很需要牌的武将 这两个人配合一个能补牌的武将就很强 那如果按照斯佩斯的原则 五国四虚武将 哪个武将有补牌能力呢 挺测呀 对不对 所以无论是孙孙权 还是孙权泰尔斯都是五国非常强的组合 那可惜我们并没有孙权 所以这局就是孙权泰尔斯 没想用吧 反正这个组合 怎样 如果你这个前面 这个防守 前面的防守做得比也好 关键时代出来 干点事情的能力也可能还是有的 虽然也不是特别大 如果你神装 可能会好点 有这样的话 孙权可以把装备变成手牌 然后配合泰尔斯一波爆发 可能达成一波事情 那么开局这个 我们手牌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杀闪淘 无限能防住所有AOE 还有外加加取一个乱舞 应该说这个牌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那么先出杀 也没有出现祝荣 曹操祝荣 那么基本上我们到我们的合格 可以保证满血泪 都倒出来了 看了一下我主将 好 这个时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问题 你如果是曹操 现在有一个名甲取了 你看了我 发现我是个孙权 那么请问你这时候该打谁 你是选择一 打加取二 打我三 谁都不打 你会随着什么呢 我们这个拿了一个闪 因为我感觉曹操可能会打我 你看果然打我了 曹操这里选择的是打我们 那么这个问题又来了 你觉得他这样做合适吗 事实上他打我的话 他的理由可能是基于 我这里亮将了 我要让你也不藏着 从这个角度来这样 打我们是没问题的 对吧 你只把我们也逼出来 对不对 但是另一方面 你如果不打我 我是不会打你的 你打我可能会招致我的报复 那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两个两败俱伤 最后让甲取得利 让其他的人得利 那你现在打我还是对的吗 所以这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什么时候我觉得你这人应该打我 就是如果我这里一直按着不出来 大家会去打你操操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把别人给打 你打出来 均匀去拟下你的嘲讽 那这个时候你来打我就比较合适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比如说你是个武将 你觉得其他人并不会来打你 那你这人还来招惹我的话 那可能结果就是我会来打你 那最终咱们两个谁都 谁都 赚不到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要看情况 但曹操觉得可能说 我是一个卫货 我亮出来找到特别高 很容易被人打 所以我要把其他人打出来 这样的话降低我的嘲讽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他这样做也是有他的道理的 好吧 那么甲取这里去打那边 对吧 虽然我们说他打我可能会招致报复 但是我想让我去报复他 毕竟我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还是玩最有名的机会的 没有必要上去跟他过不去 好 我们上下是个小乔尊策 这个组织我们前面也说过 是个挺不错的组合 我记得是在七死为生的 那个对局的那期视频里面 对吧 小半战组合 还是厉害的 好 这边开个AOE 我找到西里一个AOE 那这边找到又有一个AOE 小乔这里 啊 一个弹的牌都没有啊 九一下 一个万键 那这个小乔估计是要死啊 这有个三不脉 先要死了 看来 是一个蔡夫基马腾 他前面在两个位的时候 去打了一下我们的小乔 这个时候不能说判定 他一定是卫国 也有可能是群雄 因为如果送上群雄 他们两个人也是个 两个人的大国 那么打这个小国 也是有可能的 对吧 果然就是一个群雄了 好的 那么这里小乔也死掉 这个局面发展的非常快 曹操这里 觉得小乔快死了 去杀他 对吧 所以这个小乔的抱怨 也是没有道理的 曹操想打你这个时候 也没什么问题的 是吧 他不打你 你打他怎么办呢 他小乔这里生气的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这个曹操 没有帮他打工 对不对 也不开心了嘛 你视力都不同 怎么能指责别的对错呢 好 那么这一个乱舞的话 我们上这边 结果呢 是个队友 那帮他回了点血 还不错 但是呢 他这个时候来流离我嘛 这个人前面是打过小乔的 他不是流离这个飞 这个名的飞 流离我 也不知道他是个 什么想法 那么他现在转的就很不利的 杀一刀 他就完蛋 但是没有杀 所以还不错 那我们这里就是一个2的2了 就应该亮降了 对吧 但是说实话 这个2的2有把握吗 我并没有很大的把握 因为我们转的实在是太差了 按理说 这孙权 这是有排杀的武将是吧 但是孙权这个武将的烈势 实在是太明显了 一旦这个吊状态 这个强度就会大幅减弱 而我们踏尔茨 显然这个时候也基本上 是没有什么防御空间的 你看我们这里的压制是多残 还挺不错 还算有点收益吧 但是不知道他负将是谁 如果说飞加是个周泰的话 那我觉得这局确实是 没什么 反正不好打吧 对吧 因为这个 单打桥的这个实力 实在是不够不够强 我们这里桃子也找不到 所以就想准备这个 就尽量把场面打残一点 给大桥冲到一点好的机会吧 然后帮他打无线 觉得这里可能自己也快死了 希望加起这个乐不要过 还不错 谁乐没过 但我们还能扛住刘备的一刀 诶 正以为刘备这时候觉得 诶 就并没有急着去给家宇牌 诶 他也给了我们机会 他如果这边给家宇牌 自己回去 那我们这个就真的是打不一刀 那剩因为这两个人都有二心 都想着自己赢 而不是让自己的盟友赢 而不是那么急着 是把无红打疯 所以我们才能够获得 一点喘息之机啊 但是呢 我们现在中的一刃 不算好 对不对 你看我们现在就是 一滴血 两滴血一张牌 就这个人王盾还不错 诶 这个桃源 刚准备说 桃源机也很不错的 这里又被打无线了 好 我们这里可以稍微 放慢一点了 你会发现 我说张任 张任在哪呢 猜他出出来 这个甲鸟的主将 应该是个张任的吧 他到底会做什么呢 我们看看 那这个时候 罗工匠 诶 他就打中了 可以考虑这个杀一刀 桃子谁啊 也可以吃掉 因为这个有完杀在 影响救大小 也很不现实的事情 这个张任出来了 好 上小小大小 大小那边可以流离给我 流离给那边 对 因为这是给流离那边吧 这个桃子实际上 你可以吃掉 因为你不吃的话 有可能他们在会 因为他们这边 如果有手牌限制的 这个牌 可能都会 优先来限制我们的 鱼宾孙权嘛 这个桃子一旦搞掉了 那就是很规的也是 这个杀也不错 有双火箭子 加上这个移成贵案牌 还是挺赚的 但是这个时候 问题来了 我们打谁呢 那已经是打这个贾雪了 所以贾雪 实际上就是被这个流离绑架了 虽然贾雪的帷幕 也有引进了绑架能力 但显然这个 旁途的这个涅槃的 保向能力是更强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得 回优先去打这个贾雪 并且也没什么负作用 但是我觉得 对于我们孙权来讲 更优先的 还是要回血 我们现在把它打下 以下太极 一旦打不死 这会儿还是不好 因为我们这里 随时能够死 而我们之下 如果一旦都回满的话 那我觉得 凭我们两个人 这个过牌能力 他们就很容易了 这个装备 好像不知不觉 越来越好了 这算是一件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这一轮 再一回来 有可能叫四滴血了 好吧 刚刚说的呢 这个刘备 又开了一个 这个男猫肉亲 两个男猫肉亲 大条第一下 第二下的 那这样的话 大条状态也很残了 这个我们的局面 又变得很无妙了 因为如果大条 一旦死掉 说实话 我们一个孙权的嘲讽 在三人居住 是非常非常高的 其实虽然 即使你可能看我视频多了 你都知道 这个孙权这个武将在 好 先不说孙权的问题了 这个时候 你看 这个时候 他选择给我们 放到的川芯 这是 一会儿就非常非常难了 你看 刘备这个黑暴打冰死了 但是你发动川芯 那我不可能掉装备的 我说直接掉四滴血 因为我太尔茨 从来到为都没什么用啊 我这个装备是很宝贵的 相当于 我用太尔茨这么一个部将 换血了我的一滴血 这是多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这一滴血 可比这个 一个太尔茨 这个武将 重要的 多了多了多呀 这个宿主角 宿主角的血线 可是很重要的 所以太尔茨 这个张刃这局 发挥 发动了川芯的结果就是 一目了一个 很重要的战绩 那么问题来了 那你可能说 那我这个 这次将去不会玩啊 张神不发动川芯 那张神如果不发动川芯 那这个武将跟白板 还有什么区别呢 对不对 所以这又一个问题来了 张神这个武将 真的很强吗 这是值得商榷的 不要说他的这个 阵法界 因为阵法界的发动频率 是很低的 首先你要有很多军凶 其次你要跟 迪迪形成一个围攻的位置 第三 这个你也要是 你的几乎目标 这个几个条件都满足 肯定不容易的 好 这里我们这里还是很被动 我们这里直接死掉了 不过这里 你看 马上来了 现在一单进入三任 你觉得谁是要放最高 那庞孔 他有一套方式副将 你看 他就很担心 会这个张神传心呢 所以他就会一定 拼了面去打这个张神 结果呢 张神还真把他放得穿心了 好 那我问一下 刘备现在一滴血 庞孔又围了 他觉得 你觉得他这局 还有赢了机会吗 他会觉得自己赢的机会很小了 对吧 单刘备一血将怎么打 那结果就是怎么样 结果就是拼命的去打张忍 那结果就是我们的大乔 渔翁得利 所以你看张忍这个武将的作用 就是帮了盟友大乔 确实 让他可以张忍这个武将 可以让刘备这局赢不了 但是他并没有一定自己走向胜利 就是张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这个穿心这个技能 如果一旦把你的副将射掉 他能够很大了降低你的赢面 但是他这个技能作用在于 如果你射到我的副将 你是让我这局很难赢了 但是你并没有在短时间内 消灭到我的反抗能力 那假如我这局 我已经觉得自己赢不了了 我手里又还有一定的反抗能力 那你就会干什么 那相信 我相信 绝大多数的人 这个时候都会选择去报复 那个张忍 对不对 你不让我赢 你也别相信 对不 多数人都会这样想 好 还有这一局张忍 还要暴露了一个很大缺点 就是 穿心这个技能 很多情况下 并不适合发挥 并不适合发动 像刚才 打孙权那么关键的时刻 就要把他打一滴血的时候 你发动穿心 结果呢 硬实上维持了两滴血 对不对 如果刚才那一下 你直接选掉我血了 那我孙权的状态就会非常非常差 那基本上就很快就死掉了 是不是 这又是一个张忍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吗 发动了 一无战机 不发动呢 又跟白板没什么区别 好 那么这局我们选将 张脚和戴后也可以选 鲁素小桥也可以选 那我觉得鲁素小桥的成本 还要高一些的B 因为鲁素手机很强 然后小桥呢 又能对鲁素形容 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自由 那这个手牌又没有任何必要换了 因为这个手牌能防住 所有的AOE嘛 两杀一逃 出来一个离点了 那离点这个换戒 我们就不用弹了 我们可能掉血 因为你掉血的话 到时候吃桥子还是回满的 避险鲁素送我们一张牌 对不对 那你可能说 我们这个三不卖 鲁素会不会打我们 不会 这还要个三不卖的 鲁素肯定一线打他 对不对 而且推移万本来讲 就算鲁素过来打我们 那我们是小桥 到时候再亮这个小桥也不怕 对吧 还是不会掉鲁素血 所以这个时候掉血 这张牌是没什么问题的 有个读条 感觉像是蔡文基 好 这里乐还不错 天过了 那应该能报复一下魏国吧 这里这里看了一下武将 那看来这个 确实是一个非位 当然了三不卖这个桥 也基本上就是魏国的 牛不量将 把邓爱冰上 邓爱这里被无戏了 那这个张牌还挺可怕的 你看 这个张牌就在偷我们了 这个的确是挺不爽的 暴露三不卖 但是话说不敢来 你说我们 这小桥呢 那他更快就偷我们了 所以是一样的 好 这个南蛮 南蛮这里要输杀了 这个离点国家 还是能刷不着牌 但是呢 这里出来一个柱绒 那希望你们把这柱绒打死吧 不然这个待会 这个起根南蛮中心 开出来特别讨厌的 这里要是一个非位 那我们这轮实际上 就没有必要亮将了 这个桃子过 有的人可能会说 小桥这武将亮出来 能够降嘲讽啊 那你现在本身就没有嘲讽吧 就这样才能嘲讽 对不对 魏国现在优先打的 肯定是这个柱绒嘛 退一万本来讲 他真的来打我们 我们也是可以谈的 对吧 张良偷我们 对我们的影响并不是太大 而且你看 这个人也是非位啊 而我们两个非位 他对我 对我敌意很强烈 我对魏国没有别人 那你觉得你这个理点会打贴 那肯定是打这个敌意强的 对不对 毕竟这个人 可是实打实地 维持到我的生存的问题 好 这个南蛮中心 哈哈哈哈 这个杀 没什么问题 祝宏这里还有个难蛮 我们待会可以把这个一亮将 然后那个 待会儿鲁肃呢 也能够摸四张牌挺好的 来射手剑啊 但是呢 很不小的是 这个理点好像把南蛮中心 睡回来了 那注意这个时候 我们要掉血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手里只有两张 两张这个防御牌 对不对 待会儿祝宏这两个南蛮中心 打出来 我们还是要这个 把这台给打出去的 那这个时候还不掉一滴血 这样的话 理点呢 给我们摸一张牌 还是挺好的 但是呢 祝宏这里被乐了 也是挺有意思 被乐了的话 那我们似乎这个掉血 又显得特别不应该了 那么这个时候 也装备一装 实际上刚才我们两个 这个红桃牌 也能够扛住 后面祝宏 还有两个这个什么 两个南蛮 但是呢 你两个南蛮 不对 刚才没有对 刚才是那个 扛理点的时候 如果我们谈完的话 说你还有一个这个红桃牌 那祝宏的两张 至少会掉一滴的 掉一滴血 那还不如这一滴血 在理点上掉 是吧 那这样的话理点 还能给我补牌 好 这个人继续在打这个理点 对卫国的仇恨 也就是刻骨的 那这个图条 我觉得就基本上就很 基本上就是一个蔡文鸡了 这明这个暗将里面 有一个蔡文鸡 并且这个蔡文鸡 不过是他 这个祝宏 他现在一滴血的话 我觉得就基本上 随时都会死 开个五风灯 没有桃子 比较遗憾 那我们希望自己有机会 把这个白石子给弄掉 有机会吗 确实有机会 就是你如果量乳素 用耗尸去换牌的话 是可以 用那个地蒙去换牌 那是有机会 把这个白石子给弄掉的 就这样 但虽然你也要看时机 对不对 因为地蒙这个技能 一旦一用的话 那个牌揭晓的那一方 也可能会拼命的打我 所以这个还是要三次 然后这边出来一个 塔尔斯队友 那这个祝宏估计是打死了 诶 现在祝宏这有个桃子 那我们这里 好像就没有量的必要了 要我们这里要量将的话 那可能大家都会来 当我们无国了 毕竟李典国家这种人 还是挺讨厌的 诶 顺我呢 随便顺 对吧 他应该不会说我手牌 我就这个时候 我前面没有做任何 诶 当然出来了 好 那么这里李典 要犯了个很大的错误吧 这个张任装了一个 装了一个连弩 你这里掉了血 掉了装备 他待会连弩继续杀 你还是要掉国家的 所以你还不直接 掉国家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即使他没有这个连弩 你也应该直接掉国家 因为你现在只有两滴血 你一定要掉了一滴血 你就跟书 没有什么区别了 对吧 你说你掉了国家 你的面会变得很小 但是你说了解 两滴血变到一滴血 还掉过所有装备 我觉得你明明会更小 那还不如把这个装备 在血保存的 对不对 而且另外一个问题在于 张任他今天打 穿新你 你把张任装备丢了 他下一轮还可以 继续穿新你 你国家总有点 还是要被他打掉的 对不对 那晚掉不如早掉 绥靖政策 还不如 长统不如短统 对不对 而且你看 我提到来了 现在明明是两个数过 李典为什么打张任呢 很正常 你把我副将打掉了 我觉得我赢不了了 我能不跟你拼命吗 你还真不能说 说李典这个不会玩怎么样 你把人家副将打掉了 现在人家是赢面已经很小了 与其在这里混个 再去混个半个小时 去追求那个 很少很少的赢面 那我相信 很多数人这个时候 都会直接选择 那我干脆跟你同归于尽 你不让我好 我也不让你赢 然后我开开心心的 就打下一次 对不对 因为你要玩这个游戏 你不能保证 每一个人都是那百分百 跟电脑一样理性的玩家 人必然有七行六语 你可以说 我如果被副将传了 我还是会好好打 我还是会追求那 百分之三百分之一的胜率 但是你要考虑到 其他人会怎么打 这才是我们做决策 谁要考虑的问题 对吧 你会这样打 不代表其他人也会那样打 那你既然考虑到 对面这时候 可能会疯狂的报复 那你选招上这个武将的时候 就要三思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小小 由于我们不得不量将了 再不量将一滴血了 那么这里 蔡尔茨 抓到这个嘲讽 也是正常的 我只希望这个蔡尔茨 这个队友 快点死掉 他不死的话 我们这里要是被他们平均压 血特别不好办 尤其是我小乔 现在这个状态是特别残的 是没有血的 不错 没有杀我们 杀泰尔茨 那你随便杀 我有桃子都不会救他 你看泰尔茨死了 那我们又是一个小物了 毕竟小乔这个武将 潮反又特别低 所以我觉得 待会我们手牌起来了以后 他们应该不是很愿意杀我们 希望这里能摸个桃子 摸不到桃子的话 我们这里用白鱼狮子去地盟 也是能回血的 那么先开一个 没有先开无中车友 要先开无中车友 虽然这个时候 你去地盟会有奖费的技能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地盟 主要是为了回血 并不是为了去搞他们的牌 所以也不想那么多了 这个保护我们脸前 那这个时候 他不可能来穿心穿我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天下 现在弹就可以了 相信这个战刃 也不过这么无聊 这个时候要来穿我 这个时候大家还要 骑衣鞋力打鼠国 而且我把鼠国这里一弹的话 他也能摸牌 这也还可以可以看到的 那这个时候呢 由于这个铁索 又要把这个伤害倒过来一次 我们还要掉血 那我们就准备谈这个祝容 因为你谈理点 肯定不合适 谈理点 我们二达而并没有 这个百分百的这个把握 而你谈刘备呢 他又可以给牌 所以这里又谈这个祝容了 那刘备就来杀我们 那至少可以考虑怎么样呢 掉血 为什么会先掉血呢 倒不是说 主要原因是为了 借刘备的时候 把理点打死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我这里 不掉血 他说祝容久不杀我 怕死这个意思 所以我想把他留着 这是我们的一个 基本的这么一个想法 结果你看 而且他判一个 什么 判一个贝哥 我没有回血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小条 有红颜 所以贝哥只要判一个什么 判一个 很不巧 他这里打个顺 那把我们打掉了 判一个黑糖或红糖 我们都能回血 就是一半的概率能回血 所以你看 又回一地血 所以我觉得 那这个时候 大胆的就掉血 不怕的 那么鲁苏这里 打一下 回了回来 那这里可以考虑 我谈论你 就没有开了 这个时候 也可以吧 因为这个时候 反正 你要给这个 鼠骨回血 我觉得这个蔡文基 会意义很大的 但是呢 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闪 而猪瘟被打死了 所以我们就被穿心了 这个时候 注意一定不要去掉血了 我们绝对不能 重蹈雷点的负折 倒不输我这个 解一码多多 而是我这一血 是绝对不能 绝对不能掉的 我们小乔回到一地血的话 就非常非常被动了 你看 现在我们就回到三血了 这个状态 不可感动好多了 而且你要再知道 这个三十区里面 鲁苏的嘲讽 也是很高的 所以把鲁苏尽掉 不是什么坏事 小乔这个武将 是很典型的 嘲讽低 实力强的武将 小乔单挑实将 并不弱的 对吧 你看这几个人 跟这几个人比 我们小乔的并不弱 而且你帮我副将设定 设定以后 让人下一步会做什么 那他就会想问 射刘备的副将 对不对 而你去射刘备的副将 刘备能不跟你拼命吗 就回到刚才的问题了 因为刘备这里副将 是个梦祸 他如果梦祸被射掉了 他这里单刘备 他会觉得自己 赢面会很低 所以这个刘备 刚才宁愿掉装备 掉血都没有去掉梦祸 这也是有道理的 不过他这刘备 也是运行很好 装了一个藤甲 那短时间内 似乎他没有这个 穿新的威胁 那我们这时候 自然是谁都不惹了 对不对 小乔 只要我们输入进攻 相信也没有人敢打我们的 刘备这里开始换牌 刘备这时候 就不急的打 这个蔡文静的 你反应没有 因为现在是个实际局面 跟刚才还是不一样 一方面这个刘备 还是比较理性的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之前讲说 被詹人打了以后 跟詹人同归于尽 很大的程度上是 你比如说场上还有六个人 八三人的时候 那你把我伏箱打掉 我后面一面就很低的 对不对 我觉得我自己 基本上很难赢了 我可能就会给你 詹人同归于尽 但是近日三人去以后 人人都能看见 剩下的曙光 人人都有获胜的机会 我们就算刘备的梦祸 待会被他设计了 事实上这也是 很迟早的事情 对吧 但詹人只要在这里 那迟早也会把你 刘备的副将给射掉了 是吧 那我这里都担将了 那我们 张人不把他射担将 我们三个人 已经会在同一起跑线了 你这里唯一一个双将 嘲讽肯定是最高的 所以詹人迟早会射掉他的副将 这里刘备的梦祸 即使被射掉了 即使刘备很弱 但有一个是三人去 所以真的是 每个人都有会用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又发现这个 这个川西 这个刘备还是不愿意掉梦祸 那么结果就是两个人 又打起来了 刘备即使把梦祸打掉 单的一个刘备 我们三个人打的话 他会觉得自己 也有一定的机会 因为刘备梦祸 待会被射掉以后 结果就是什么呢 那张人不也有没作用了吗 那就是单刘备 对单菜文鸡 对单小桥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好像还是我们小桥有优势 你发现有没有 所以小桥这个武将 也是很重要的 也凸显 那个时候我们掉卤素 而不是去掉血掉装备 这个选择是多么的明智 对不对 好你看他这边还是要去 终于啊 把这个梦祸打掉了 那刘备这一轮 很有可能会非常非常生气的 去打击张人 没有 刘备还是相当的理性 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节目讲了 这个三二级的时候 确实每个人都觉得 有赢的希望了 而且这个张人 他毕竟还有个参文机在 所以也是很恶心 你把参文机打打死 就是双白吧 所以是有所记载吧 这个时候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这个 适应节节结束了 当然这次死掉 如果是两个人一起来打我们 实际上我们倒并不是 那么的好打 第一小条也没有成功力 超出他们太多 而且这个刘备是能回血的 回血同时呢 还能给参文机回撞载 也会让我们很逃走的 如果这个 单挑这个刘备的话 实在是太幸福了 所以说这一局 你会发现张人 发挥实际比上一局 好那么一点点还是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在三二局的时候 玩家相对会就更趋于 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 绝对理性一些 因为在三二局的时候 张人最大的作用 就是把 曾经张人最大的一个副作用 对吧 你把别人副将摔得好 别人觉得自己没有赢的 希望跟你成功一致 这三二局后 每个人觉得都会觉得 自己赢的希望都很大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就不会那么急的 去报复张人 还是会更加选择 我在卢马力 说不定自己赢了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 张人的作用就突然出来了 但是呢 你张人急着把这个 副将摔掉以后 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当大家都没有副将的时候 你张人还有用吗 张人也没有用 最后结果 张人并没有可以创什么收益 只是把这个双将模式 变成了一个单将模式而已 那这个时候 谁的赢倍更大 仍然取决于大家 这个主将的强度 对不对 和张人的配将的强度 所以张人这个武将的强度 很多情况下 还是取决于你的主将 那么问题来了 配马腾 他就很强 配一个什么邹氏 他就很弱 那你张人本身的 这个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 作用我想也不是很大 对不对 当然这局通过对比那个理点 跟我们小乔 面对穿心时 不同的选择 也能够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张人要穿你的心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取舍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都应该选择 把这个副将弄掉 对吧 因为你今天副将不弄掉 下一轮这个张人继续来穿你 你还是要掉副将 那晚掉不如早掉 早点干脆立断 免得他们 免得他们也会来骚扰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掉一滴血 并且失去所有装备 这是非常非常伤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把这个血一掉 很可能 你这一局时间 你们又非常小了 你还没有意识到 因为在国战中 自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旦你的血掉下去的话 你的嘲讽也会随之上升 所有人都会愿意地打你一下 那这个时候 你就很危险了 这是我们也对张人的 这个决定的 这个角色的方法 那么 我说张人这么多 张人这个武将 一点都没有吗 倒也不是 我认为 它在两个情况下 特别有用 第一点 就是我们说在单挑的时候 对吧 单挑的时候 这个墙还是很常见的 但是单挑的时候 它的作用强并不是特别强 它单挑的主要作用就是 把你的副将射掉 然后我们两个人 都用自己的主将单挑 对吧 因为我张人 把你副将射掉 我张人也没用了 那就是用我张人的 另外一个将 打你的主将 那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群雄里面 单将单挑强的武将 事实上是不得的 拿的出手的 可能也就 吉林啊 那个 貂蝉啊 跨驼面前算一个 然后神招的贾许算一个 有的时候 马棠也可以算一个 其余的话 都不是特别强 像女巫啊 旁的这都属于 很一般的单将能力 所以 你张人这个 虽然单将的时候 可以跟别人单将打完将 但是如果对面主将 稍微强一点的话 你还是很难打 那么张人第二个作用 就是在大取熊的时候 这个时候确实有了 对吧 我们前面说 张人很大的一个问题 在是你把别人的副将 打掉以后 别人心灰意冷 可能会来报复你 可以投入日系 我们假设 每个玩家都 极端极端极端下 哪怕你射了我的副将 我也会追求最伟名的东西 就是说 大家不会来报复你张人 好 那你张人假设 可以很自由的 射光所有人的副将 那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 所有人都是单将品质 但是 要说明一点就是 是 所有非群的玩家 都是单将品质 因此 这局你的群雄越多 你的这个优势就越大 对不对 假如我们只有四个群雄的话 那么 到最后 四个敌人都变成单将 那敌人就是四个武将 而我方呢 三个盟友队友群雄 都是有双将的 还有个张人 张人本身张人没有用了 另外还有个武将 那就是 群雄七个武将 打敌人的四个武将 那这个时候群雄的优势 就很明显了 而如果是群雄二打二呢 那这个时候 张人把对方射光以后 那就是我们群雄 总共有三个武将 对面有两个武将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优势 就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张人这个武将 适合大群雄团战 群雄人数越多 他的强度就越高 但是问起来了 一个只适合团战的武将 能够算很强吗 我认为实在是不能算强 所以大家对张人的看法 我觉得是 这个武将 不仅仅不是一个强强 而且是一个偏弱的武将 因为他的实力有限 嘲讽却很好 好的 那么这是今天的我们 砸当国战 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希望这个 大家就是 对张人的这个武将 有更清楚的一个看法 不要去过于迷信这个武将 这个武将真的 他强度 就那个样子 好吧 那我们下期砸当国战 下期福报 三道戏三光沙再见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三道戏SCS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QQ群 638356742 我们的视频 BGM都会在我们的 网易音乐的歌单里面 我们网易音乐的ID 叫做德语热书里 此外呢 大家有什么好的录像 都欢迎给我投稿 我们的投稿邮箱是 三道戏SCS at 雅虎邮箱 微信里面 不是 B站的朋友 欢迎关注我们的优酷 我们的优酷的账号 叫做福报三道戏 三道戏是大写 优酷的朋友们 欢迎关注我们的B站 我们的B站的账号 是福报三道戏 这个三道戏是小写 好的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看